如果他改變 你有去溝通嗎 這就回答 有或沒有 你有沒有去溝通 當然有啊 問題是他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想要干預到台灣的選擇 那很奇怪 為什麼馬政府 做了這樣的一個決策啊 為什麼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OK 你那時候宣布要開放的時候 你沒有發現反間諜法也生效了嗎 現在來說反間諜法有意義嗎 這是什麼邏輯 神邏輯啊 你這是神邏輯啊 那所以這 自相矛盾 全部都是你在說 全部都是你在說 這是你 也是你自己在說啦 哪裡 7月1日2023 沒有沒有 你說我在說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 反間諜法 在去年7月1日生效 其實所謂的損害國家利益 我不知道 這個意思太含混啊 那是怎麼樣損害國家利益 好 這個可以回答 對不對 你可以回答 第一個我想要 我從前面開始 請減要的回答 包包委 包包招委 我們是不是能夠 好好把把雙方幾問幾答 這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你不用教我 現在我請你打你就打 韓院長跟周秘書長都講 雙方是共用這個時間 那我們尊重委員你有三分之二 我總該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吧 沒有 這個直訊 我也沒有 你直訊 我還很直言清楚 請再提時間 時間在臨 時間在臨 給主席才是 我就要針對你 第一個你剛剛講到說 兩岸的這種協商 那馬政府是不是會比較協商 這不是我的問題 請再提時間 不是我問 我是問說 包包委 我說我問的問題 說立委發 所謂你說明你的主旨之後 我要急問急答 那我沒給你那麼多時間 我已經講了 你今天 你 你要我回答哪幾個 因為你都要問我的最少五個題目 我剛剛在闡述 所以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本心還是要就剛剛 我這個程序發言 被民進黨委員打斷的 我做個補充 我第八屆擔任立法委員 我看到行政單位的報告 都是非常充實的 但是呢 我們這兩次的會議 我發現了 民進黨執政八年以來呢 我們這個專案報告的文字呢 越放越大 字體越放越大 行距越來越寬 那這個 葉數呢 越來越少 然後內容越來越空泛 那 剛剛我也看到我們這個 報告提來我們的這個委員會 又時間很短 等於很急促 那再來就是 本席要就今天我們陸委會提供的這個報告 你有把題目放上去耶 那為什麼禮拜一的沒有放 我想還有問題嗎 我沒有要你回答 沒關係 你不是要問我 我沒有 我說 我說 我還沒 還沒請教你 好 OK 請你請你暫停 沒有沒有沒有 我暫停 今天有放題目 啊 禮拜一沒有放題目啊 很明顯就是故意的嘛 非常非常不尊重啊 那所以本席要在這邊啊 要再次強調 如果對招委啊 這個制定的題目有意見啊 那可以溝通啊 但是呢 請尊重啊 那禮拜一是因為主要的內容是在海洋委員會啊 所以沒你沒放題目我只是點到啊 但今天呢 我們很明顯你的行為就告訴大家你禮拜一故意不放啊 好 那接著啊 我們來來來看啊 今天我有很認真聽到雖然夜數很少但我很認真聽了這個主委的報告 我們現在突然間宣布這個停止組團到大陸去第一個理由說是逆差長期以來逆差嘛 那我覺得很好笑我們政府民進黨政府執政你既然逆差你為什麼不想辦法去改變這個問題 你為什麼不想辦法去邀請大陸團可以過來 反而你是忽視還有損害民眾去大陸觀光的權益 我們民進黨執政真的很有趣 十一住行育樂 十一住行大家已經哀哀叫了 現在連最基本的育樂組團去大陸你都可以這樣子反反覆覆政策反覆 所以第一個逆差本席要跟陸委會 你要去溝通啊 你要去邀請他們來啊 想辦法賺大陸的錢 這第一點 第二個 您提到是M503航路運行的改變 那也一樣啊 我們選出來的政府要做什麼 如果他改變你有去溝通嗎 這就回答 有或沒有你有沒有去溝通 當然有啊 問題是他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想要干預到台灣的權益 那很奇怪 為什麼馬政府 做了這樣的一個決策啊 為什麼馬政府時代的時候OK 其實馬政府時代那時候 他們也有一M503的航線 那馬政府的時候他們談一談 談好就可以這個 他等於這個航線他就沒有沒有這樣改變 他就取消啦 所以這是不是表示出國民黨執政 比民進黨執政能夠有效的溝通 能夠為我們民眾帶來權益 好OK我沒有要你回答 那我因為你講有溝通嘛 但是對方還是沒辦法 所以顯示出你就是沒辦法 那第三個第三個 你說是反間諜法 反間諜法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很有趣的喔 我們這個中國大陸的反間諜法 是在去年的7月1號就生效了 可是我們政府呢 在去年8月24號的時候 你就宣布要開放啦 奇怪了 你那時候宣布要開放的時候 你沒有發現 反間諜法也生效了嗎 現在來說反間諜法有意義嗎 這是什麼邏輯 神邏輯啊 你這是神邏輯啊 那所以這自相矛盾 全部都是你在說 全部都是你在說 也是你自己在說啦 哪裡 哪裡 7月1號 2023 沒有沒有 你說我在說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 反間諜法 在去年7月1日生效 民進黨政府在去年8月24日宣布開放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反間諜法的疑慮 有啊 所以這個我們只能說 民進黨執政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政策反覆 好不好 政策反覆 你不接受 那我想請問 現在 現在我們又有這個禁團令 禁團令 然後 講到損害國家利益啊 損害國家利益 其實所謂的損害國家利益 我不知道 這個意識太韓混啊 那怎麼樣損害國家利益 好 這個 可以回答 你可以回答 第一個 我從前面開始 請減要的回答 包包委 包招委 我們是不是能夠 好好把雙方幾問幾答 這是立法院職權行使完 你不用教我 現在我請你答你就答 韓韓院長跟周秘書長都講 雙方是共用這個時間 那我們尊重委員 你有三分之二 我總該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吧 沒有 這個質詢 沒有 而且 時間在零 時間在零 給主席才是 主委不好意思 我們希望 基於尊重的原則 如果我們委員沒有 請您回答的時候 他一定會給你時間回答 如果不改他 我們來也是來跟他溝通 好不好 所以在他的說話當中 我們期待不要有這樣子 我們不要打斷人家的說話 我們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好不好 他現在讓 他現在讓你回答 你就就他問 他問你的問題 可以回答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來 就是針對問題回答 第一個 你什麼神邏輯 我就要針對你 第一個 你剛剛講到說 兩岸的這種協商 那馬政府是不是會比較協商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請在你的時間 你剛剛不是有問 我是問說 爸爸為 我說我問的問題 立委所為你說明你的主旨之後 我要急問急答 那我沒給你那麼多時間 我已經講了 你今天 你 反見諜法 你剛剛問我的最少五個題目 我剛剛在闡述 所以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所以反見諜法 這是什麼神邏輯 你時間一個七月一號就生效 你八月的時候 那時候OK 現在不OK 這都是你民進黨政府在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損害國家利益 又是怎麼樣損害國家利益 就這兩個問題 好給你三十秒 第一個 我想任何法制的國家都知道 所有立法之後 他會有所謂的施行記者 第二個 他到底會怎麼樣的來操作 所以呢我們看到 去年在反見諜法制定之後呢 才開始陸陸續續有國人 包括這個去年年底都有 所以我們當然觀察到 他開始對國人 在大陸的人身安全 開始有一些逮捕 各位都知道 好幾個人 不是這不要離題 有兩千 請暫停 請暫停 現在他有兩個問題 你先回答 所以我說 法律的制定 我們就是觀察他 到底怎麼樣再執行 對國人的 親愛風險有多少 當然我們經過這半年多的 這樣的觀察 發覺他的風險提高 他還制定了 保守國家機密法 任何人只要談到 縱使不涉及國家安全 公務上的機密都會 請暫停 第二個 你剛剛不是講說 親愛我們的利益嗎 不是 你的時間 沒有用到 國內觀光業者 如果今天我們單方面 過去 我們讓他們對方賺了 八百多億 那我們國內的業者 要去賺哪裡的錢 所以我就說 對啊 之前你為什麼不想辦法 第二個 你為什麼 好 我們雙方都有 海裡會跟來裡會 雙方都表達過 請暫停 我們也讓他的採線團來台灣了 好啦 請暫停 你剛剛講 你叫我回答 到底有沒有損害國家利益嗎 我就回答你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你現在 你說的 要照顧觀光業者 因為我剩下兩分鐘 你說要照顧觀光業者 但是你們當初 這個公佈 就是 112年 去年8月24號 入委會的新聞稿 你就已經講這個規劃 你規劃 你也沒有說到 只要什麼什麼 你今天就 對的啊 剛剛不是講的 開放的時間點就是他開放的時間點 你就是很含混 沒有含混 OK 你又不行 結果 你說不行以後 你現在又 3月1號到5月的又可以 那我問你 人家已經準備好 六七八月 基本 你應該也知道 我們的 旅遊旺季 絕對是六七八月 當你去年一宣布之後 你知道業者有多少 他們 要做露團的 他們都 都已經整個下去 像什麼 新疆團 西藏團 那你現在 哇 3月1號到5月的 可以去 6月以後都不能去 所以3月1號到5月的 要感謝你們 黃恩浩蕩 你說可以去就可以去 你說不能去就不能去 那我問你 你今天我們的題目 我們今天題目是 你的決策過程跟後續影響評估 今天你這個決策下去 你有沒有考慮到 我們民間的這種損失 這個損失 你有要賠償他們嗎 你就回答 你有沒有考慮到損失 剛剛交通部不是已經回答了嗎 沒有 交通部不是已經回答你了嗎 完全沒有提到 委員我先告訴你 好OK 兩岸條例的主管器官 但是還有目的事業主管器官 我知道 所以現在 我們最明顯看到就是 路委會 路委會 然後交通部就找這個 我們我們這個 對啊他剛剛有報告 他們怎麼補救的措施啊 沒有 他剛剛不是報告了嗎 所以你民間 民間的你要考慮嗎 對 所以你要考慮民間 國內的業者啊 對啊所以 對啊 今天民間的民間的生意 應該撲立大陸 我看 我有考慮我一開始就講 你為什麼不積極去把他們找來 馬政府時代 其實民眾賺大陸的觀光錢賺多少 這個所有人都知道的 你們還要這樣 好 不好意思 委員 我們的諮詢時間已經到了 謝謝 謝謝信音委員 謝謝主委 我在這裡一直強調一下 我們希望呢 我們彼此尊重 當委員在說話的時候 請官員就不要回應 因為你們這樣一回應 其實呢 第一會打斷委員的思路 第二個呢 也會影響到我們這個 這個收音啊 然後媒體們要拍拍攝錄影的一些 這個 因為大家針鋒相對話 都講不清楚 我們希望就是能夠說清楚 講明白 好不好 我們盡量維持這樣的次序 謝謝 我們繼續去看 拍子 好